傅作义的起义让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这座具有浓重历史文化气息的古都 得以在战火中幸福 但很少有人知道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禁止中 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 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她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功绩却不亚于大丈夫 傅作义出身很不错 家中是村子里有名的大户 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傅作义完成学业 读书也开阔了傅作义的演技 她开始接触到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进步思想 其中就包括孙中山现身的政治里面 傅作义和很多爱国学生一样 都希望能够积极投入到救亡运动 而傅作义选择的方向就是投笔从容 她在军校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少有接受过 完整军事教育的年轻将领 近系军队也很重视对傅作义的栽培 她很快就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的一位高级将领 傅作义虽然为老蒋效力 但是对于蒋氏的反革命行为十分反感 甚至于老蒋要有案外必先案内的时候 傅作义也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呼吁国共搁置争议一致对外 此举虽然为傅作义赢得了名望 但同时也引起了老蒋的警惕和不快 更让蒋光头不满的是 傅作义在作战中根本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 孤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傅作义的部队多次帮助八路军作战 双方高级领导人 还就战争形势和两军协作有过多次接触 中共领导人的气质不凡 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内心深处讲 相比于蒋光头的国民党 傅作义更愿意为中共而战 只是一个军人的职业操守 不允许他这样做 但这也为他日后的旗艺埋埋下了伏笔 从始至终 傅作义都对共产党有着较好的观感 傅作义的思想改变 其实完全是国民党自己造成的 作为国军高层将领 傅作义见证了国民党内的很多内幕 他开始意识到国民党已经变质 这个党派的政治理念 不符过去的纯洁性 其官僚体制内 贪护现象严重 官员昏庸物 国民党政府的气数 其实已经降尽了 尤其是老蒋引爆国共第二次内战后 傅作义感到极为不解 国家刚刚才打完了抗日战争 老蒋又要和共产党来 这不是扯犊子吗 所以从一开始 傅作义就打心眼里 不认为老蒋能打赢这场内战 解放军丁临北平城下 其实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傅作义一直纠结打还是不打 这个时候他的长女傅东菊 起到了关键作用 傅东菊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厌恶 甚至比傅作义还要严重 他向父亲表示 国民党军如果来了 当地又会回到往日 豪强欺男霸女的状态 这不符合每一个革命人的初心 但如果投了共产党 北平城将焕然一新 共产党治下的北平 将迎来人人平等的新格局 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用于 开辟局面的新政党 而非盲目守旧 只懂中庸的旧人 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已经证明 在这条路 中国是走不通的 为何作为国军将领的千金 傅东菊会如此推崇共产党呢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傅东菊本身就是一名地下党员 他的任务就是利用特殊的身份 在傅作义和中共之间 承担情报和消息往来 以争取自己的父亲起一头 因为对于共产党来说 傅作义是一个相当宝贵的 政治和军事资产 他的势力之强 又连老蒋也不敢轻易翻脸 如果傅作义都选择起义 将是对其他国军将领 和蒋光头极大的打击 所以才不遗余力的 希望傅东菊能够劝降傅作义 傅作义本就是值得争取的一个对象 早在抗战时期 国党就一直认为 傅作义是一个可造制裁 也曾多次尝试拉拢这位爱国将领 却无一例外遭到了拒绝 直到傅东菊出现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北平和平解放后 傅东菊跟着远征部队出发 成为了一名战地摄影师 后来又因为写作才能 被安排到了人民日报 从事编辑工作 在宣传场上 傅东菊找到了新的奋斗目标 他在人民日报一干就是好几十年 中途还曾负责过香港的统战工作 作为国家的高级离球干部 傅东菊的晚年本该是相当愉快的 但他却将自己的养老金尽数付诸工艺 又是修路又是建学校 将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表达的淋漓尽致 傅东菊晚年虽然没有过多关注父亲的这个话题 但他一直希望大众能够看到一个真实完整的傅作义 还专门撰写了一些傅作义过往记录 供人阅读 傅东菊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爱国中国人 他和父亲一样 虽然碍于时代的限制 在政治上只能选边站 但其真正的立场一直都是中国人民的立场 为了民族利益 他们甘愿牺牲一些小我利益 一个国际和一个民族需要忠诚 2007年 傅东菊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但他的名字已经永远的留在了历史上 世人往后提起北平解放 不但要说到傅作义 傅东菊同样值得大富特殊 没有他的存在 也就没有今天雄伟壮观的北京 按照老蒋的小心思 在国军部队撤离北平以前 就会对城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大肆破坏 连花园口都敢炸的老蒋 下达焚毁北京城的命令 并不会更加 不过来就会对城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大肆破坏